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解满汉文诸评有几千万字 平均每天下笔七八千一汉 相当于十四部红楼梦 产量惊人 而且还是用毛笔书写的 要是放在现代社会 雍正皇帝可以做一个职业小说家了 由于康熙皇帝晚年对于官员的腐败事件 一直采用很暧昧的态度 每个齐明为人正 导致了大清励志乌烟瘴气 再加上康熙年间的连年征战 导致了大清国库空虚 知道雍正皇帝继位后 整个大清国库只有六百万白银 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 雍正皇帝本人性格是沉默化言 但也有人说他是刻薄法恩 但如不是如此 如何拯救大清朝 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 创下了多个的政绩 比如设立了军基础 加强了有效调治措施 在佣人方面雍正皇帝也是不拘一格 凡是可用之人皆能用 不在乎满汉之分 设立秘密立出法 将皇帝继承人的名字写好 至于前清宫正大光明点后 驾崩后从侠中取出宣读 避免再次出现九子夺敌的现象 整顿励志 针对康熙晚年执政过松的情况 雍正采用了简单而粗暴的办法 凡是贪污腐败的官员 无论亲疏 一律依法而行 所以后来人们趁雍正未抄家皇帝 在军事上打败了罗布藏丹金 使得青海完全归入清朝版图 另外还有火号归宫和贪丁荣母 以及废出剑籍 都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除可见雍正皇帝十三年的皇帝生涯 几乎都在头里政务 绝不像电视剧所演的那样 在后宫妃子只见周旋 再说雍正皇帝也没有那么时间 乾隆皇帝继位后 面对的是父亲雍正皇帝 留下的一片大好河山 比如说雍正继位十国库只剩六百万两 而乾隆继位后国库存银七千万两 再加上经过雍正皇帝掌顿 后的励志也是一片大好 正是由于雍正皇帝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才有乾隆皇帝的悠闲 用今天的话来说 乾隆就是一个典型的富二 带了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